大家好,我是Klaus 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周末分享会 分享一周好看的新闻热点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 最近中国病毒始发地 武汉春节买不到花的现象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很多武汉市民反映 春节期间买不到菊花 白菊花已经涨到了100块一朵 很多人全城都买不到 记者看到花市门前形成了堵车的场面 有花店老板告诉记者 自己已经5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另一位花店老板表示 自己开了30年的花店 从来没有像今年常情这么火爆 只要是鲜花 不管是什么品种 摆上去不一会儿就会被客人买走 中国的官媒评论说 中国花市火爆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今年农历牛年 市民买花 寓意要牛气冲天 二是因为去年封城 春节很多家庭没有买花 所以今年春节报复性消费 首先这个买花能寓意牛意冲天 我真的是看不出来这两者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 中国过年有买花的传统吗 好像没有吧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武汉有烧清香的习俗 在春节买花 是为了纪念去年在疫情中逝世的家人 官媒这次又是把丧事当成喜事版 对逝去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敬畏之心 媒体的这篇报道引起了市民的愤怒 所以很快就禁止评论了 这件事情引起热议之后 又让人们开始质疑 武汉肺炎在中国造成了多少死亡 虽然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4000多 其中武汉市为3000多 但是这个数字一直被外界质疑 很多现象和这个数字相互矛盾 除了这次全城买不到鲜花之外 还有去年零骨灰盒的时间 在去年封城期间去世的人 其家人一直到解封的时候才能去零骨灰盒 武汉解封的时候很多人排队去零骨灰盒 有网友表示在预约了的情况下 还要排队4个小时才领到 网友发表的微博很快就被删掉了 根据某个殡仪馆的告示 每天限量预约500个 争取在清明节之前发放完毕 武汉有8家殡仪馆 如果如此计算再减去正常死亡的人数 那么光是封城期间 武汉一个地方的死亡就有5万多 还有2月份 中国的媒体财经杂志发表调查报告 统计数字之外的人 他们死于普通肺炎 根据该报告称 武汉某定点医院的医生表示 如果没有确诊就去世 不会被算为确诊人数 只能算肺部感染死亡 当时医院人满为患 很多患者没有被收治 这样的大有人在 另一位定点医院科室主任表示 当时有80名肺部感染 但只有5名最终被收治 不过这篇报道也是很快被官方下架 在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家里 这个数字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希望适者安息 接下来就是上一个周过春节 对于在中国长大的朋友们 可能都熟悉中国大年30晚上的春节莲花晚会 简称春晚 中国人在除夕夜一家人吃团圆饭 打开电视 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转播央视的春晚 所以更多的事不得不看而已 我小时候也看过很多年的春晚 但是春晚其实就是一个为中共歌功颂德的洗脑节目 每年的春晚都会被人吐槽 有很多的穿帮、假唱、低俗的节目 今年的春晚更是如此 主持人在一开始就说过去的2020年 好事多多、喜事连连 2020年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糟糕的一年 结果在中国的媒体却被说成好事 其中有一个节目表现武汉解封的场景 把解封称为胜利 不知道胜利这个词 对于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来讲 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还有一些中国人化妆成外国人的节目 强行制造万过来超的假象 整个春晚就是一个粉饰太平的谎言 娱乐性非常差 今年的春晚过后 很多网友在网路上批评春晚 结果一个号称大国强国的国家 竟然容不下一点批评 网友在网上发表对春晚负面的评价全部被禁止 甚至有网友表示 春晚垃圾等一些词已经变成了敏感词 在微信上发送对方却收不到 一个宣传目的大于娱乐目的的节目 也就是个洗脑的节目 所以从中国往年各省穿晚的收视率 就大概的能看出来 中国小粉红的密度分布情况 北方地区洗脑最严重 两广地区最轻 基本上是由北到南越来越缓和的趋势 这个也很好理解 中国自古以来北方就是政治中心 而南方自古以来是南蛮之地 但同时历史也告诉了我们 北方自古以来就是战乱不断 而南方却相对好很多 这也就是说 当政治全面控制人的生活的时候 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然后呢 说一下Clubhouse Clubhouse是一款去年最新推出的社交媒体软件 允许用户创建房间语音聊天 聊天结束后不留痕迹 既有传播性又有私密性 这款软件最大的特点就是 只能通过邀请加入 目前只能适用于苹果的平台 虽然该软件刚推出不到一年 已经累计超过几百万的用户 在上个月底 该应用城市的估值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 在中国该应用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吸引了大量的用户注册和使用 但是由于用户谈乱政治的敏感话题 在上周该应用被中国封锁 其实中国人已经有很多沟通交流的平台了 有微博、微信、公众号、朋友圈、B站、抖音、豆瓣等等 但是为什么还是觉得不够呢 原因就是中国的平台虽然多 但是真正能说话的地方却不多 接下来2月8日的新闻 甘肃省一公投爬上50米额的吊塔讨薪 被劝导下来之后 遭公安局以扰乱治安罪行政拘留10天 该事件被报道之后 有网友批评 欠薪的不罚缺乏被欠薪的 用自己的生命讨欠款算恶意 一定要犯案为自己维权才算正确的是吗 还有人说 不是被逼的走投无路 谁会拿自己的命去换钱 这篇报道引起舆论的广泛批评之后 当地的甘肃政府下令调查 公布的信息说 已经查明当地的建筑工地涉及38名农民工 工资已按月全部兑付 不存在拖欠薪酬的问题 当事人趴爬吊塔的行为 扰乱社会公众秩序 只是信息发布过程中 公安局用词不当 这也算是官方辟谣吧 但是这个辟谣也太假了 正常人又不是欠薪 谁敢冒生命危险去爬吊车呢 而且还是大过年的 不回家跟家人团聚 没事爬吊塔玩吗 肯定是拿不到工资 没法回去过年嘛 回想起之前 中国的奶茶店老板在澳洲欠薪 现在被澳洲人集体抵制和抗议 而中国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连法律和政府都不站在弱者的一边 公然地为强者服务 最后一件事 2022年将由北京举办冬奥会 西方的一些国家由于中国人权等问题 呼吁抵制 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 在推特发文称 中国将会严重地制裁抵制冬奥会的国家 这简直就是一种黑社会的行为 这就好像是黑社会老大要请吃饭 不来的就是不给面子 就要拿刀砍人 中共的这个黑社会组织的作风 在它下面的爪牙表现出来的就是战狼特色 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 我是Klaus,我们下次再见